画面上一台白色保时捷在路面上呼啸而过 车头直接自撞红绿灯感顿时烟雾弥漫 原来事发地点就在高雄今天清晨5点多的时候 这一名19岁的男子驾驶的这台白色保时捷 在经过男子区市运以及左南路口时 不明原因自撞红绿灯耗质感 可以看到车头严重凹陷变形 安全气囊整个爆开 而这名肇事者还一度离开现场 警方以为他肇事逃逸 不过不久后他就从一旁出现 我们来听一下警方的说明 警方表示这名肇事者并没有大碍 经过酒册后酒册直为零 而详细的肇事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不过这台保时捷价值1000多万 现在车头整个挥损维修价格恐怕是添加